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事我的事都是新北市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春节的脚步近了 又到了这个跟朋友相约啊 拜访啊走春这样一个好时机 那当然随着疫情慢慢的一个减缓 所以在春节期间呢 我们约个朋友相聚或者是呢 过年期间要到处去拜访跟亲友们 互到恭喜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最不可缺的就是伴手礼这件事情 那如何送礼送到朋友的心坎里 除了送礼的人有面子之外 收礼的人呢也会觉得很开心 同时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还能够兼具爱心的话呢 是不是更有意义呢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就很开心的跟所有的朋友一起來聊聊 这个春节伴手礼应该怎么样来去做选择 首先来介绍参加今天节目的几位来宾 第一位介绍的是我们新北市政府劳工局的代理副局长 王妙月 妙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艾布洛娑手众体验馆的督导妙月 大家好 是 再来介绍的是我们新北市喜汉河板桥烘焙屋的店长张岳云 岳云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喜汉河板桥烘焙屋的店长张岳云 大家好 是 非常欢迎三万来到节目当中 那观众朋友们看到我们现场是不是觉得 这个年节的气氛越来越浓厚了呢 那先跟你讲喔 你没有转错台我们不是购物台 但是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还是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就是在我们这个新北市 其实有非常不错的这个庇护工厂 他们生产出的这些伴手礼 也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 不过呢在今天一开始 还是要先请三位来跟我们聊一下 彼此这个送礼的一个经验好不好 首先请教这个代副局长 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平常你如果亲朋好友好喝 或者是说有什么特殊的场合 需要送礼的话 你的通常的考量是什么 我还是会考量说 对方的实际上面的需求 对对像如果 像现在我们 我如果就我个人 我可能送给主管 是 送给主管 这些基本的礼数还是要注意到 那这个部分因为基本上 像刚刚主任讲的 我们很多皮肤工厂 其实有生产一些 很契合需要的一些产品 这个部分大概我 就主管的部分大概会这样子 所以你送主管的话 也会选择我们自己的老公 对对对对当然 不过如果就一般我的同事 朋友 朋友的话或是以前的同学 那个可能就会看他们的一些 基本上面的需求 现在对对对 通常大概就是水果礼盒 这些他们等于实际 送给主管是送我们自己的老公局 对对对对 让他们也知道相关的 我很认真再拖一个电视琴 是不是 是不是 是是是 给主管看到说 其实在业务上 我们很认真 所以送给主管 我就是送我们劳工局 或者我们庇护工厂的东西 给主管 是 是 那是不是也请妙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不好 您自己平常的这个经验 是 像 其实我们在挑选礼盒的时候 会考量一下 比如说他是有家庭的啦 或者他是单身的啦 对 那如果有家庭的 我们可能 也希望孩子跟父母亲都可以一起分享 那可能就会有蛋卷礼盒啊 就是老人 小孩 老少嫌疑这样子 是 那如果是单亲 就是单身的个人的 的话呢 那可能就会选一些 比较特殊的 可能在外合造型上 比较特别的 对 那在以往可能 现在吃素的人也多 所以也会考量说 他是不是吃素 所以 其实在我们现在庇护工厂里面 都会想到这各方面 然后也会推出各款的礼盒 来供民众来做挑选这样子 可是是不是你现在 因为是在庇护工厂 然后有这样相关的产品 可是我说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您自己以往的经验来讲 您会去做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包含说有些人可能就是 我直接挑大品牌 可能就比较不会出错 大家也认知的话 就觉得 这个本来就有品质的一个保证 你们会有这样的迷思 或者是说预算上面的考量 的确 在还没有进入到 庇护工厂这个领域的时候 就是会到一般的店家 当然送越大厂牌 就会觉得越有面子 大家收了也会越开心 可是现在在庇护工厂 我觉得其实不进 其实我们的品质 就是各厂的品质 也都是非常有保障的 而且你一份的礼盒 你这样送出去 可以帮大家做推广 就是他送 他吃了喜欢 他会再帮我们一起来 分享给朋友 就可以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更认识 拼物工厂 有这么好的东西 而且物超所值 都很平价 是 而且有个爱心的 意思在里面 是 那月云是不是也来 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自己个人的经验 好不好 我自己个人经验 其实比较常送礼 就是走春的时候 春节 那因为我自己结婚了 所以我就会去走长辈 但是会观察长辈家里 就是你会知道 亲朋好友家里人口数 如果人口多 你就会礼盒 就会买大盒一点 样式多一点 但因为现在其实 台湾有点老年化 那大家要吃的精致 所以你又会考虑到 东西尽量少又精致 然后大家又可以 淡奶素吃的喜欢 所以就会稍微 考量一下礼盒大小 然后当然预算也会考量 那我也是进来 跟 艾波罗说的一个督导一样 就是 一样也是进来之后 才会真正了解 皮肤工厂的东西 其实真的也是 需要政府来把关 品质上是真的非常没有问题 对对对 所以 会依照 家庭 然后跟你 到底是 去走 走哪边 对象对不对 对象是有差的 所以有可能是长辈的话 大概是送那种营养品啊 营养品啊 对 或者是其实现在很多 因为现在其实皮肤工厂很多都做的 其实有一些都真的非常养生 所以都会参考看看 因为不一定只有我们家 因为新北市皮肤工厂真的非常多 其实大家都是越来越关心 就是身心障碍这一块 然后也越来越关心 大家的身体状况 那其实食品上的部分 安全也自大家越来越考虑的一块 是 那我请教副作 就是说 其实刚刚有讲到说大厂牌 对不对 然后我之前印象当中 就是有一些排队的名店 假设说你收到的是那种 排队的那种名店 排一两个小时以上 你可能自己平常没时间买 但是人家呢 送了这个礼来给你 排一两个小时的那一种 你会不会特别特别的开心 我想 有没有收到过这样子的 例如什么家叉凤梨书啊 有没有 或者是小叉凤梨书之类 好像都是凤梨书 确实一般会觉得说 如果收到一些比较知名的 所谓的送礼的那些产品 会觉得 这好像是 对方会比较用心这样子 他可能需要去排队 或是花比多多的时间 才去买这样的产品送你 对 可是我觉得至少就我们 业务上面有推广 我刚刚讲的 我们其实 蛮多皮肤工厂 生产这些相关的 刚刚你讲的 淡黄书 还有手做饼干 其实这一方面 我相信品质上 绝对不会差 在一般大家所谓认知上面的 只是说 因为他们必须要花比多多的手工 去制作 可能也许知名度没有这么高 不过这个部分 我想在品质上面来讲 绝对是没有问题 是 那我坦白讲 就是说早期庇护工厂 他可能真的出产一些 手工饼干 或者是一些烘焙之类的 那些点心之类的 其实早期真的会觉得说 这个好吃吗 而且那个看起来 好像就是 没那么好看 没有包装过 所以这是不是很现实的问题 你的产品就是要经过包装 你的产品就是要经过一些行销 你看我们今天摆 今天这样子看到我就觉得 哇真的是超美的 超好看的 而且你带出去 就会真的是会觉得有面子 然后送出去 也对方收到说 哇 这整个设计感是不一样的 也会很开心 我们会找插画家来协助 对对对 这些产品的包装的礼盒外盒 都是有一些设计感 绝对不会像感觉 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一碗说好像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饼干 然后一个塑胶套 然后就是 就算东西很好吃 可是看了就觉得 就是送礼的人会觉得说 我这个拿手机 这个是不是在哪里买的 的确像以公司来讲 然后我们出去送礼给客户 或者送一些贵宾什么的 也会希望说整个包装的质感 对方会觉得说 这可能不凶 不凶 所以会觉得有用心去选择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必须要去做考量的 所以其实现在的一个 新北市的庇护工厂 这个部分都有把它考虑进来了 对对对 那我想要请教这个副局长 就是说 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目前新北市的整个庇护工厂的一个 大致的一个状况 我们新北市现在大概有28个 28家庇护工厂 28家庇护工厂 对对对对 包括刚刚刚可能讲的手工罩 包括蛋黄酥等等的这些 手做的饼干 制作38种的这些产品 我想这些都很适合在年节送礼来做考量 对对对 对对对 那我请教这个妙月 就是说我以前真的会一直觉得说 那因为我们是照顾所谓的身心将来的一个朋友 提供他们一个可以工作的一个机会 那其实在这样子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当中 到底我们的这些庇护的一个员工 他们做什么事情 他们在里面参与的程度怎么样 我以前真的一直觉得饼干啊 然后这些蛋黄酥之类的 是他们自己手做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我们现在的产品越来越多样化 也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完全都是他们来手做 对嘛 生产来不提大 对所以坦白说是这样 但是其实在手工饼干的部分 还是会由他们来参与 然后到包装 到包含像这些盒子 我们来的时候都是平的 他们要一起把它折起来 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都是有庇护员工一起来做参与 然后来把礼盒 把它包装完 组装 然后礼货出货去这样 整个过程都由他们一起来参与 是那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艾富罗嗦是怎么样的一个庇护工厂 艾富罗嗦呢 我们目前的话已经有四家的庇护工厂 那就是在新北的那个手作体验馆呢 它是我们一家比较特殊的 它除了在制作生产饼干的部分之外呢 我们场域还蛮大的 它在新庄体育场的那个棒球场后面 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场地 所以这边是有一个体验 有规划一个教室 是有提供那个体验课程 那就是让就是家长可以报名 带着他的孩子一起来来做一些体验 像是面包啦蛋糕还有糕点等等 这些的体验课程 那除了这些个人的报名之外呢 我们也有跟新庄运动中心一起来配合 每年的东令营跟夏令营 他们都会有很多的学生 那一起组队一起到我们这边来做体验 我们有这样子的连结 那每一场其实都是爆满的 我们都需要有人数上面的限制 是 那我们的身心障害的朋友 在这个体验馆当中 他们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会跟大家有一些互动 让这些可能家长或者小朋友 能够理解到说身心障害朋友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有 当然有 我们在每一场的那个体验课程的当中 都会有安排小老师 那这些小老师呢 就是我们的这些庇护员工 他会在里面就是一个 就是带领老师的一个助手的角色 那他们也会就是下去一起帮忙这些 爸爸妈妈还有这些弟弟妹妹 一起完成这些手作的东西 对 然后他们也会 在这个过程互动的当中 其实也让这些家长 越来越了解我们的身心障碍 这些庇护员工 其实他们也是非常可爱的 而且他们很厉害 可以做好这么棒的事情 这样子 对 那甚至于他们也会帮我们 把这样的课程分享出去 其实我们后来也会有接到 像一些学校的一个综合职能科的老师 他们也会希望带着他们的学生 一起来这边 然后透过我们这些庇护员工 告诉他们说这样的互动 他们说你们加油 你们以后也可以像这些姐姐 他们这样有一个工作 然后可以来自己学习 自己成长 可以自己赚钱 会是很棒的 是 那回到说爱不啰嗦这个名词 就是 虽然说从字面上好像爱不啰嗦 但是好像它是有一个外语衍生过来的 对 爱不啰嗦呢 它是ABRASO A B R A Z 它是西班牙语拥抱的意思 我们拥抱这些身心障碍者 给他们一份爱不啰嗦 给他们一个机会不啰嗦 是 特别有意义的一个名字 是 那接下来请教这个愿云 也是跟我们谈一下 虽然说以喜汉儿来讲 它感觉就是一个全国性的 大家都蛮知道的一个品牌 喜汉儿 那是不是也跟我们 还是跟大家来做一下介绍 好的 大家好 喜汉儿的部分呢 其实在台湾创立已经应该有27个年头 那我们的中央工厂分别有三家 那其实我们的门市有20几家 分别在台北、新北市、新竹、台南跟高雄 那他们呢 其实从内厂 就会有师傅带着他们 甚至能力比较好的 他们是可以考 他们是已经领有一个证照的部分 就是已经考取证照 他们可以独立作业 那甚至到外厂的部分 进行包装跟秤重 然后跟礼货以及清洁 都是由我们 救服员带着学生一起工作的部分 那门店的部分呢 我们也有像爱卜罗嗦一样 有学生会 学校可以去门市参访 像比较常就会去市政府的部分 市政府它是间餐厅 那它就会有学生带着 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去体验整个用餐的活动 跟让享受让学生服务的部分 那我们目前也在筹划台北市府 然后跟我们台北市的中华电信店的门市 以及板桥烘焙屋的部分 未来会有一个体验的部分 那我们体验的是由我们自己的学生 来当老师 带着就是一样是亲子共 就是体验营 但是我们是由学生来当老师 他们来讲解课程 然后带领着小朋友跟家长一起做一个体验 做活动 可能做饮料 可能做烘焙品 那整个活动就会让他们 比较了解血汗额是做什么 以及身心障碍者的学生 他们可以做哪些事情 其实出来外面就业的身心障碍者 他们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这是我进来血汗额 我觉得其实时代有在进步 那家长跟学生 其实他们出来就业 家长要学放手 学生要非常大勇气踏出这一步 那其实现在大众 其实也越来越接受身心障碍者 他们可以为 他们可以做的事 其实是非常多的 其实现在文明病 越来越多了 那他们其实也是属于文明病的某一块 比如说自闭儿 比如说身心障碍者 其实早期其实有 但是都没有认证 那血汗额涵盖的身心障碍者 那个职种非常多 那可能大家看到的都会只是一小部分 那通常在工厂里面的 他们就比较没有办法跟人群接触 不过家长愿意放手 让他们出来工作 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这是我对他们 就是不管是家长 或者是学生的部分 我对他们都是非常佩服 所以其实像喜汗额来讲的话 你们有自己的那个餐厅 对不对 对 所以会是比如工厂的员工 然后亲自在那边做接待啊 出餐什么的 是的 就是重收一个部分 对对对对 整个就是自己一套嘛 对不对 但是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会不会觉得你们动作吗 或者是怎么样 那因为你们经营的时间是比较久了 有没有看到学生们的一些改变跟成长 就是你越接近人群 可能就是减缓他的一些恶化的情况 或者是说能够刺激他 让他能够更进步 能够更融入整个社会的感觉吗 其实身心障碍者呢 他们老实说他们退化的 他们比我们一般人退化的速度来的快 那当然他们 我们会尽量避免延缓他们退化 我们会做一些训练 会做一些教育 甚至会做一些手部工人 让他们避免太快的退化 所以除了教育之外 那是做包括像刚刚艾波罗说 他们说折盒子 其实其他那个也都是学生在折的 对对对 那这一块其实除了上课 然后不断的训练 重复的事就一直做 才能让他们延缓他们退化的速度 是 我觉得在理解了所有的庇护工厂 他们是如何的来照顾这些员工 训练这些员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他们的产品 你会觉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请戴副局长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当然艾波罗说跟喜罕额 他们等一下会介绍 那您这边是不是也代替我们其他的庇护工厂 今年那个春节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伴手礼给大家 来做选择 那我今天推荐那个艾芒 艾芒 艾芒也是非常大的 对对对 艾芒土城庇护工厂 他今年我们今天拿了两样产品 一个是开运长津的手工罩 金块 对金块 含量是0 含量0 对对对 所有品质是999 哦是不错不错 我想在年节送礼应该是 你要不要可以把它拆开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长怎么样 虽然它是个金块包装 还是里面是今天空的 有有有 示范一下 有有有 对对对 是是是 哦 里面也是金的 真的耶 所以这个是在年节送礼我想是非常好 它是什么天然手工罩之类的 对天然手工罩 对对对 纯粹手工罩的部分 也是会有不同的那个口味 不过我想这个送礼应该是 对啊 而且大家过年期间喜欢金嘛 对对对 送黄金耶 但是这个黄金呢 买不起黄金 可以考虑 对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里面是清洁嘛 对不对 OK 如果要整套的清洁的话 那大概这个层面应该会更好 是 是MIT的那个沐浴乳 哦 这边不是应该是说 看起来像那个蛋糕 对啊 海绵蛋糕 对不对 不是 它是手 足泡液 它是可以来泡脚啊 这些等等的去使用的 去擦的吧 对对对对 去擦 这边也是手工罩 对对 这边是泡澡的 沐浴 沐浴 对对对 所以是整套的 这是爱忙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个 比较不是那种实用性的 不要把那个 当成那个筋块 就是巧克力拿来吃 其实这是 就是日常生活用的这些 对那 其实应该也没有所谓的保存期限 可以放比较久 对不对 我想这些东西 送你还是不错 对对对 这些东西使用 非常方便 所以应该也不会放很久 对 是是是 会非常好用 那个一包大概一次洗澡就没有 对对对 所以 我觉得这个大部分可以考量 因为这个我倒是第一次看到 对对对 这个爱忙的产品 对对 只是说因为过 这应该是平常的 一般的节庆都能够送 节日都能 平常就能够送 平常就可以送 去看望个朋友其实都OK 对对对 所以还蛮实用性蛮高的 对对 我以前爱忙我只知道牵笔 从小买到大的牵笔 对对对 原来现在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办手礼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那个 妙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艾布洛书 那我们先带来我们今天 今年的那个限量款 玉兔西村水果书礼盒 那这个盒子呢 是有经过设计的哦 这是我们的设计头呢 它设计它是以那个日式的一个可爱风格 然后以那个巴菌图的一个设计初衷 里面呢有藏了一些小兔子 所以呢 我们在吃的当中 东西美味还可以跟孩子做一些舞动 美味加趣味就是喜上加心这个 这是我们今年的那个新春的一个特别款 是 明年 明年 2023年是兔年 兔年 对所以这款是叫玉兔西村的那个水果书礼盒 这是水果书 是 然后水果书的话呢 我们 就是是中和口味 有台湾的土凤泥书 然后有蔓越莓 还有我们的桂圆书 就每一种口味 就是有三种口味可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 是 那好像还有其他的 是 我看到还有那个牛渣糖 牛嘎糖 对 那这一款的话 那一款的话呢 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 就是 尊贵春节推出的一个 那个年糖礼盒 过年嘛 一定都要有糖果 那里面的话呢 它是有牛嘎糖 那牛嘎糖的话 它是有满满的奶香味 还有细能果 对 然后还有那个 南枣核桃糕 葛桃糕它软Q不黏牙 那还有娃娃酥 就是有浓浓的花生味 那这个盒子的话呢 也是我们今年 针对春节设计的 圆满的意识 对 经过几年的一个疫情 那我们希望这些都过去了 那2023年是一个好的开始 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年 这样子 其实一般住家里面 就是过年期间都会放一个糖果盒 对不对 结果你们刚好就这样设计 就是摆一个就可以了 是是是 我看到旁边还有一个 嘿小糖 这又是什么 这一个的话呢 是爱不啰嗦的手感双线蛋卷 那我们的蛋卷呢 它里面有两种口味 有花生 然后还有那个可可真果 所以花生是长辈比较爱 可可真果呢是小朋友最爱的 对 那它是有满满的一个馅料 而且它里面是采单支包装 那我们吃多少 用多少 不用像以前可能一打开 就要把它全部都吃完 是 那当然这个春节期间 大家都会比较喜欢在家里嘛 就是看着电视 然后就是喝个茶 然后吃个点心之类的 所以这真的还蛮适合 对不对 送礼自用两相宜啦 是不是 那刚才都是甜的部分啊 那我们还有带来一个坚果养生的一个礼盒 就比较健康的 对 比较健康一点的 因为现在大家需求很多元化 所以也有综合坚果 那它里面的话呢 是个四种坚果 然后两种果干 而且设计是食物包分享包 就是小包的设计 也是一样就可以带着走 可能要出游啊 所以放在车上 春节 塞车就可以来 现场打科学的时候也可以吃一下 真的是很贴心的一个想法 就是让大家 就是想到说出游啦 或者说自己在家里吃都是OK的 一小包的一个分量 也不会说过量 对不对 OK 真的非常不错 那接下来是不是 请我们岳云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看光看那个包装盒 就觉得好漂亮 这应该也是特别去有设计过的 这个部分呢 是纯阳繽纷 那它也有外盒呢 是橘米设计的 它在今年的部分 它有出一本书 叫头破头的部分 那春量缤分里面呢 我们是推的是 一个奶油夹心饼 那它的内馅呢 就会用萊姆酒跟葡萄干 还有奶油的部分去制作 那比较特别的呢 是这边的凤梨酥 我们做了五种口味五种颜色 分别是原味 葡萄草莓抹茶跟百香果 代表的五行 因为前两年大家都知道疫情关系 所以我们希望五行的部分 能为大家带来转运的部分 所以是有这个含义的 那另外我们还有推这种 比较小包装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 祖安河比较有名的 就是手工饼干 那今年还有有特别 因为过年大家都会喜欢吃奶枣糕 所以我们是搭配小包的奶枣糕 以及祖安河的手工饼干 做成村民喜乐筆款 是 所以其实大家在 为了这个过年的年的年节的礼盒 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个 创新的一个想法 而且你看整体的一个包装上 真的是拿出去送里都是非常棒的 但是我刚漏掉了一个 附局长跟我们介绍一下 磁繪皮膚工廠 他們特別針對年節 因為過年到了大家要貼春蓮 所以特別製作的那虎小春蓮 還有一部分是糊塗迎春的磁鐵 我想這個在應景上面 或是食用上面 現在其實冰箱放著磁鐵 磁鐵 對 有時候放門也行 就是你不貼的 現在門也是鐵的 你不用再把它試下來 你也在慣 非常不錯的一個想法 所以其實這個過年期間 好像壁虎工廠也是真的出了蠻多的那個 應景的 雖然禮盒也好 應景的這個飾品也好 或者是不分 節慶都可以送的這個禮盒 都是蠻適合我們民眾來去做選購對不對 好那我接下來請問我們大夫局長 怎麼來選購這些東西 由你來這邊做一個介紹 我想簡單來講就是說 可以上雅虎奇謀 PC Home 露天平台 還有蝦皮購物 我們 這幾年都是結合這四大商城 所以大家 不會覺得說 我要買這些屁股工廠 不知道要去哪邊買 那如果 這些剛剛都記不起來也沒關係 到新北勞動宇 我們新北勞動宇有相關的一些介紹 這個部分大家就可以 很輕鬆的買到這些相關的產品 是 那當然不只我們今天介紹的這些 還有其他很多 對不對 不及貝仔 所以呢 想要知道我們新北市有推出什麼樣的年節 好禮喔 可以上我們的新北勞動宇一個一個的去看 真的是選出一個你覺得非常適合送出去 然後大家都會開心的一個禮盒 然後同時呢 也有滿滿的愛心在裡面 我相信喔 這是對這個春節來講 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非常謝謝三位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 推薦所有的好禮給大家 也祝福大家順心平安 謝謝您 掰掰